大家好,我是隽影,今天今天我们的全荒九期 实况解说,这次还是有西门吹雪对战数据中止 西门吹雪还是老套路,用他的八神金开路 黄瑶再接八神葵花两时三世 三世直接打一个乱动,草地也是急了 百合者一下,但是百合者一下之后并没有接上一个葵花 好像想再套路一下,没有成功 现在下方两点七葵花,草地金显得十分 气势不足,这次被抓了个消风直接上了个八字女 没错,八神拿下首分,下面来看第二场 第二场看竖起中止的板气凉 感觉2P的主力是有点非主流 来看板气凉,用什么的方式呢 快要闪身,需要跳一下一个底波 八神跳,这一局好像西门吹雪已经了解了对手的套路 出招之中带着这个压制 也是有种剑招菜招的感觉 小枫一把抓住,鬼不葵花连过去 我们来看八神继续,小炮,又一个小枫抓住 已经无懈可击了这一次 好像没有悬念,气势上面完全是压制住对手了 那下面来到第三场 来看2P的特瑞能不能撑住狂攻 一个中魁,但是这一次特瑞已经值得他这个套路了 绝对不再中这个套路 来看百合者一次,第二次被跳,然后快速闪身 手特别热,一个到位的踢,还是热的向上 八神这一局看有没有穿上气势,骗了一个cd,直接中一个大招 而特瑞还秀了一个鬼步,往前冲了一下 看来双方都是手法非常好的两个选手 来第四场看吹雪的特瑞,有没有这么好的操作呢 我们来看小跳,能量冲撞没有打,能量冲撞再打 差点又被连上一套必杀呀 随时低加一下能量冲撞,真的是急了 这个能量冲撞好像没有得到的破绽 一个地波顶锅 后车跳地 难道说真的要再见一下玛丽吗 这局 下边一点被杠一下 到板面开启的反应压制 竖起中指气质很猛 对手血量也不是很多 来看继续向前攻,跳中腿,亲手 哎呀,距离过远没有接上一个重手 来看还是中了一个地波 这一次真的又让我们见到了玛丽 吹雪的八神开场很猛 为什么到后来 这个气势就有所削弱呢 现在来看他的玛丽出场 哎,跳中腿后车,玛丽直接爆气 跳中腿继续进攻 我们特瑞也在寻找一个机会 寻找一个突破点 哎,跳压着后车对手闪出 玛丽再次向前突进 哎,一个轻角结束战斗 大家请在底下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